明起 故宫将预约人数 上调至每日8000人 今起 上海迪士尼乐园 限流开放 疫情之后嘛 然后刚刚又开源 然后就感觉 赶紧要来玩一下 心情很激动啊 时下多家影院叙事待发 多举措准备复工 多地体育场所 有序恢复开放 文旅市场回暖 将释放哪些消费新活力 央视财经评论 稍后开评 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玲 今天我们来关注 越来越活跃的文旅市场 两位嘉宾是云联县的 中国贸书会研究院 研究员赵平女士 和演播室的央视财经评论员 刘哥 欢迎两位 那五一假期过后呢 我们看到各地的文旅市场 都在逐步有序的开放 包括像旅游景点 游乐园 KTV电影院等等 那在北京呢 故宫博物院将会从5月12号 也就是明天起上调每天预约观众数量 从5000人上调到8000人 而在上海 今天大家看到暂停营业三个多月的 上海迪士尼乐园 重新开门迎客了 这是全球第一家恢复开源的迪士尼乐园 恢复开源首日的情况怎么样 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 乐园又实施了哪些新的运营举措和流程呢 我们先来看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那么我现在呢 就是在上海的迪士尼乐园 在关闭了107天后啊 这里今天终于重新开始开门迎客了 那么其实从早上的8点 我到达这里的时候呢 已经看到有不少预约了 今天入园的游客在安检口呢 排起了队 可以看到这个队伍啊 跟以往还是有所不同的 每组游客之间呢 都空出了一定的距离 其实啊 从早上到迪士尼 到一路进到园内 我们都能感受到啊 迪士尼方面为此次重新开源呢 是做足了准备 比如新增了体温检测盆 在商店餐厅都采取了限流的措施 那么在园区的300多处地方呢 放置了消毒洗手液 供游客使用 游客在园区内拿出了用餐 必须全程配戴口罩 疫情之后嘛 然后刚刚又开源 然后就感觉 赶紧要来玩一下 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激动啊 在开源的初期 迪士尼乐园将实施限流 可以看到现场的售票处 并没有开放 所有想要进入乐园游玩的游客 都需要提前在网站上购票 填写信息并进行预约 我身后的这个游乐项目叫小飞向 可以看到现在上面呢 已经有不少游客在游玩了 再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迪士尼的APP 上面显示目前啊 像这个比较热门的飞越地平线 它的一个等待时间只要10分钟 那么这个也是因为啊 目前迪士尼它是实施了一个限流的措施 每天的这个客流量啊 是在它的最大承载量的20% 此外啊在这个排队区域的 刚上我们看到也是贴上了黄色的标志 来提醒大家排队时 那空出一定安全的距离 那么也是为大家创造了一个 比较安全的游玩环境 排还蛮好的 就今天人也比较少 就排项目也不用排很久 就感觉挺开心的吧 目前上海迪士尼乐园内的 大部分景点游乐项目 部分娱乐演出以及商店和餐厅 将在控制客流量的基础上恢复运营 一些有频繁互动的景点和体验 如儿童游玩区 以及剧院演出烟花表演 将暂时不对游客开放 《花车巡游》也变成了 缩短版的米奇和朋友专列 恢复开源第一日 虽然是限流的情况 但是刚才这个短片中 大家应该也感受到了 其实游客的这样一个 游玩的热情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先来问问赵平女士 经过了这样一个疫情的 这样一个防控阶段之后 后疫情时代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主题乐园 这样的文旅方面的消费 会不会是回升速度很快的一类 的确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 服务消费回暖快 消费增长受到明显的支撑 在一季度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 像旅游文化这些服务业 消费支出都受到了明显的遏制 我们看到统计数据 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 今年一季度 交通通讯类人均消费支出 下降了17% 和文化旅游有关的 教育文化娱乐的 人均消费支出 下降更达36.1% 因此 旅游文化相关的一些项目 逐步开放 对于旅游的文化 相关的服务消费支出 都会明显提升 所以我们看到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 人们对于未来的 这样一个预期再增强的 这样一个情况下 像出行 文旅的这些消费 应该都是刚需 这些刚需还是要释放出来的 对 但是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就是文旅的恢复 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最后一道坎 恢复常态的最后一道坎 所以还是要谨慎 这个文旅产业 它有它的特点 就是说它相对而言 一个是聚集性强 对吧 它的聚集性通常又是几百人 几千人 几万人的聚集 另外在一起聚集的时间还长 再一个是人群非常的复杂 所以由这三条就决定了 这个文旅行业 它在整个的疫情之后的恢复 应该是最后一道坎 如果这道坎过了 那可能我们就全社会的经济生活都恢复了 所以在现在呢 到底这一道坎能不能过去 其实我们现在还在检验 所以它就是一步一步的去 逐步的放开它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大家的这种 已经激压了很长时间的 希望能够出去走走 这样的一种热情很高 但是呢 现在的话呢 还是不能够一下子放开 还是要有节奏的 逐渐的 先从比如室外的 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话放开 逐渐的慢慢的话呢 我们通过我们所有的 这样的防控措施的建立 和检验以及压力测试 最后呢 我们来让这个行业 逐渐地恢复常态 那么这个行业恢复常态了 整个社会经济生活 其实已经就恢复常态了 其实一方面 不光是我们想出去走一走 这些商家也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恢复营业 因为我们拿迪士尼来举例 迪士尼在今年的第二财季 公司利润是下滑了93%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首个恢复运营的主题乐园 对于迪士尼来说 意义也特别大 但是就像刚才刘老师所说的 一方面我们要尽快地恢复运营 让经济运转起来 另外一方面还要防控 防疫的这样一个常态化 对于商家来说 是不是赵平老师 就要有更多新的一些举措 或者说新的一些 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些手段 没错 旅游文化场所限流 实际上消费体验会更好 我们知道以前每逢节假日 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 都想到中国一句古语 就是人山人海 那么实际上通过这样的限流之后 人山人海的情况会变得 人山人海的情况会得到明显的缓解 很多人进入到景区 或者是文化场所之后 体验就会比以前好很多 那么如何才能够使这种体验 继续保持下去 我认为采取限流的措施 是非常必要的 同时还要利用互联网平台 实现网上预约 这样就避免了人群的聚集 而同时还要避免接触 特别是在很多景区和文化场所 要避免使用纸质的这样的门票 和像电影票等等这些纸质的东西 实现这种电子化的票证 从而使人们在入园的时候 也减少接触 最近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印发指导意见 提出要按照相关的技术指南 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 开放影剧院等密闭式的 娱乐休闲场所 我们的记者最近走访发现 在上海有很多的影院 已经叙事待发了多举措 在准备复工 上午十点钟 记者来到上海一家影城 工作人员吴燕妮和同事们 正在按要求配备消毒设备 进行日常清洁消毒工作 吴燕妮告诉记者 近几天来 影院前台每天都能接到观众 打来的电话 询问恢复营业的时间 我们九点钟进入单位打卡 然后准备好耳温枪消毒水 这些消毒器具 然后消毒我们的卖品部 售票处和进出口 为后期工作做准备 在做好清洁消毒工作的同时 多家影院在疫情期间 推出了多举措 时刻准备复工营业 包括定期员工培训 开展线上直播宣传等活动 一家影城的总经理表示 影院已经做足准备 随时可以复工 相比于影院重新开业 观众的消费热情和影片的供应 也十分重要 而根据猫眼电影 在今年三月份 向观众发起的调研结果 三成观众表示 只要影院营业 就会去电影院观影 六成以上的观众则表示 要等待官方宣布 疫情结束之后再进影院 在影片类型上 喜剧类电影成为首选 其次是科幻动作和悬疑类影片 我们看到电影院的关闭 其实直接影响了 电影产业的一个发展 前两天大家看到 有消息说一季度 有6600多家影视公司 是注销了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电影院真的是一个密闭空间 还有像KTV等等这些 大家日常休闲生活的重要场所 重要领域的消费 那接下来他们面临的挑战 有多大 该如何回升他们的消费能力 我认为线上用户持续增长 企业应该加快 数字化建设的进程 根据最新的互联网统计的数据 我们看到我国网民 已经超过了9亿人 在这9亿的网民当中 有94.1%的人 经常会用网络视频 因此对于文化旅游等服务行业来说 加快线上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很多企业已经开始逐步利用 线上的这样的工具 我们看今年一季度 已经有2000多场国务馆的展览 是通过线上来开展的 而越来越多的旅游企业 也开始为了应对疫情 在线去展示相关的旅游服务和旅游景点 那么实际上创新可能更多的会是基于视频的创新 而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视频的网站 在和旅游网站合作 搞这种在线的旅游直播 以前我们出行看旅游攻略的时候 经常会下来一个word文档或pdf文件 看很多文字去了解相关景点 风土人情等相关的信息 但是现在通过在线直播 就可以在你出发之前 就能够非常生动的了解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 而更重要的是 有些人可能旅游去不了 也可以戴上VR眼镜 在线享受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 所以对于文化旅游产业来说 要顺应线上用户快速增长这样一个大势 加快数字化建设 其实今天这个迪士尼恢复开源的首日 有很多的媒体都在进行直播 我就看到有网友评论说 我可以在线去游玩迪士尼了 的确包括我们在这个疫情初期的时候 就有电影放到了这个视频网站上 去进行这样一个播放 那对于这样的文娱产业来说 在这样的疫情之下 是不是也可以寻找到一些 新的消费的潜力去挖掘呢 我们就以迪士尼为例 那这是应该是全世界毫无争议的 这个文旅行业的第一品牌 那但是你从它的发展的过程看呢 它每一次的话呢 它不断地进行迭代 它不断地进入到新的领域里面 然后呢现在这个大家觉得 它你看全球六家迪士尼都关门了 但是呢这个呢 对它的确是非常大的这种打击 但是呢也仅占它全部收入的30%多 也就是说它还有其他的行业 什么行业呢 电视行业 它后来进入了 另外现在呢又进入了互联网 那么就是说 它前段时间不久前的话呢 控股了呼噜就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网站 那么它现在有迪士尼加等等这样的 还有零售还有油温等等 所以呢就是说它是一个 它紧紧地围绕这个家庭娱乐这个核心的IP 然后呢又打造出来一个多元化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会觉得它会比较困难 但是它不会死掉 是吧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回呢 疫情呢也可能给这个行业里面一个 一个启示吧 也就是说一定要两条腿走路 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 也是和我们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这个运动健身休闲业啊 那5月9号呢江西南昌的运动场所 密闭市娱乐休闲场所 已经在全面有序的对外开放了 我们先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9号上午 记者在南昌一家游泳馆看到 不少游泳爱好者第一时间来到这里 在接受体温检测 核验昌通码 并出示有效证件 配合工作人员进行相关信息登记后 有序进入馆内 为避免出现人员聚集 游泳馆还通过电话和网上预约等方式 控制盗馆人数 之前因为疫情的原因 游泳馆关闭了 现在游泳馆重新开放了 我也过来体验了一下 水很轻 疫情防护工作做得比较到位 游得很开心 体验感很好 据了解 自3月18号起 南昌市的室内外体育场馆 健身房等各类体育场所 就开始陆续复工 但并不包括游泳场馆 5月9号 根据南昌市发布的通知 各大游泳馆在确保 防疫措施到位的前提下 恢复对外开放 目前南昌市的室内外体育场馆 健身房等各类体育场所 已经全面恢复开放 另外南昌市 KTV 网吧等 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 在做好防疫要求的前提下 也陆续对市民开放 本身大家现在大众健身的热情 就越来越高涨 疫情期间又有很多人 越来越关注自身的 这样一个身体健康的发展 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所以大家对于健身运动的需求 都特别的旺盛 但是现在很多地方 的确这样的场所 还没有开始运营 那赵老师您觉得 接下来这个体育健身的 这样一个娱乐场所的 消费的拉升 和我们防控常态化之间的 这个平衡点该怎么找 我认为健康一时 深入人心 大众健身将会更加火爆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 整个的这个体育消费的规模 是呈现一个快速增长的态势 2018年的时候 体育消费的规模 在9000亿元左右 那么到2019年 已经达到1.1万亿元 增长非常的迅猛 这背后就是人们健康一时 提升参与大众健身活动的 一个必然的结果 因此呢 在疫情过后 越来越多的人 会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 进一步加强自己的 这个健身相关的活动 从而使这个健康 以及体育消费的支出 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可能会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居家健身 通过购买健身器材 在线去订购各种在线的 体育训练相关的课程 从而使自己的健身活动 能够更方便开展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计划 有步骤的去参加 体育场馆的相关的健身活动 在体育场馆 这个复工复产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这方面的这个消费潜力 也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因此我认为防控常态化 有利于大众健身 走向更加火爆的场景 赵老师刚才提出的一点 我也深有体会 周围很多人 其实在疫情期间 真的在居家健身 避免自己宅在家的时间 太久了身形走样 就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跟这个居家健身 像这个瑜伽店 小亚铃等等 售卖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好 这是一方面 就是你从长远来看到 疫情不会阻碍体育 整个产业的发展的 这种趋势 就是在疫情初期 就是更多的 就是居家的这样的一些 自己在家里头 能够健身的这样一些器材 卖得很好 那么其他的一些 体育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器材 设备的话 都是断牙式的下滑 但是最近 我注意到一些数据 你比如说 在户外的跑步的跑步鞋 比如长走的登山鞋 登山障 什么对讲机 还有一些 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运动 它的设备的增长速度 非常的快 就是最近 也就是说 可能现在很多 有运动 这个爱好的喜好的人 现在运动场馆不开 打不了有毛球 是吧 游泳的话 可能也有问题 但是现在很多的人 天气也好了 那么就愿意跑到户外去运动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疫情 目前来说 在这个室内的很多活动 受限制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也会让很多人 喜欢上这样的户外运动 那么可能在未来的 我们的这个体育产业的 这个增长方面的话 说不定也是一种带动的作用 但其实我们看到 疫情一方面影响了 大众健身这个领域 但是对于体育赛事 这个领域的冲击更大 最近你看 像NBA的常规赛 已经停了50多天的时间了 甚至他在考虑 要不要搬到这个奥兰多的迪士尼公园里边去办 那还有像东京奥运会的这样一个延期举办 您觉得像体育赛事这方面的影响 在什么时候能尽快地恢复过来 赵老师 我认为云经济兴起 其实会加速体育消费的回暖 像刚才提到的体育赛事 其实都可以借助云经济来实现 在很多人的这个体育健身的相关活动当中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线实现的 我们看到一个统计数据 就是在我国网民当中 有23%以上的网民会通过在线去观看体育赛事 而现在在线相关的这些服务 与个人健身和体育等相关活动相结合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像刚才提到的 个人的各种体育健身活动 与在线的社交相结合 比如很多地方搞的是在线的运动会 或者是在线的什么长跑相关的一些活动 还有刚才提到的像NBA这种大型的赛事 其实他们可以在取义场馆举办 只不过观众都需要在线观看 这样一方面也比较安全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使这些赛事复工复产 这个时间也能大大的提前 保证了安全和可看性两者兼顾 好 谢谢 谢谢赵平女士 也谢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各自的分享和观察 那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玲 闷得太久了 出来走走 可能是很多人现在的心声 那现在呢消费是拉动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引擎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之后 文化 旅游 娱乐等行业 都在进行消费回补 在娱乐休闲等场所 有序的对外开放和防控 不松懈地坚持下 新的消费活力也正在逐渐释放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 两位嘉宾的参与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 央视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